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用在发展本地艺术的捐赠金额 达5020万新元 创三年新高 设在我国乌兰的马来西亚车辆入境续可证咨询中心 开放第一天情况混乱 马国交通部长陆赵谷表示 已指示管理中心的供应商 尽最大努力协助新加坡车主 以上就是上午11点的快报60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